好多的难民 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太糟糕了 今天又是很好的天气 我们住的地方能看到大海 好了,那我出发啦 好岸堡建于17世纪 为欧洲人于南非建的第一所军事基地 也是南非最古老的欧式建筑之一 眼前就是桌山了 开普敦有一片被誉为 上帝打翻调色版的地方 波卡普区 这里到处都是彩色的小房子 是著名的马来区 在18世纪 这里住着大量来自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伊斯兰教徒 所以这里有很浓郁的穆斯林韵味 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 我现在也是慕名前往一家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品之一的 咖啡店准备去喝咖啡 吃吃点心 因为现在实在是太热了 太晒了 现在是有阴阳的地方 所以不觉得 但是已经被晒下了 今天太阳好大 到了 就是这家 对 对 Tooth Cafe 是一家蒸汽朋克主题的咖啡店 店内呈现出维多利亚时代风格 有大量的金属管和机器部件 点一杯丝滑的冰咖啡 享受一下开普敦午后的阳光吧 南非的市区全是这些山路 很不好开车 继续在街边漫步 无意中走进一家好特别的店 也是一个商店 也可以买东西 哇 这也好有抑郁的感觉 街边有许多卖手工艺品的小商铺 多数是非洲元素的商品 琳琅满目非常的好看 走着走着 无意中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现在我看到这里有好多的难民 他们都不是南非人 他们是从旁边的国家 像是肯尼亚 索马里 甚至还有 那个 巴格德斯 孟加拉过来的 他们都不是南非人 他们难民过来之后住在乡下 但是乡下的人都反对他们 袭击他们 不让他们呆 所以他们就来到街上这样 是不合法这样 抗议这样 但是 是不合法的 所以刚才那个法律员住的那个车 就在旁边看着他们 不能闹事这样 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太糟糕了 天哪 刚才看到那些大米竹 他们好惨 他们心里好难受 他们有故意想要一些国际的组织 来帮助他们完善的体系 我们现在来吃肥皂菜 因为很拉伸 然后有这个西哥 西哥很好的非洲餐厅 我很喜欢这个拉伸酒精 还有那个跳舞 很开心 这个西哥我很喜欢 在非洲餐厅 可以品尝到 鸵鸟肉 鱼鸟肉 或者鱼鱼肉 这些在斯大餐厅 可以容易吃到的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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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